好 看起来提速施打疫苗是跟变种病毒扩散传染赛跑的一场新战役 而中国呢在22天全面本土清零之后 现在又出现了本土确诊 这是在安徽辽宁两个地方 从13号开始陆续通报有本土确诊 现在已经知道两个地方的确诊者有关联性 但是感染源头人就不清楚 确诊数量持续增加 中国大陆的民众开始紧张起来 他们打疫苗的人数也是一下子增加很多 在上个星期五14号当天 中国大陆单日就打了1372万剂疫苗 创下了单日注射的新高 看不到尽头的队伍深夜安徽合肥市 这个24小时疫苗接种点涌入大批人潮 再晚市民都要等到打疫苗 大概还要排将近一个小时吧 排到一点钟左右 早点目前看的话 估计还有多小时到两小时吧 目前还应该是开始有的 还有人自带小板凳 准备长时间抗战 面对突然暴增的接种需求 就怕疫苗存量不够 今天调配的是下午是262只 晚上是1520只 调配疫苗 另一个合肥市月初才搭建的方舱疫苗接种点 同样爆满30个施打柜台全开还是难以疏解人潮 最后只好出此下策 有的在大门附近的后面的他们可就要等到三个多小时以上 之所以那么多人突然急着想打疫苗 全英大陆也在爆本土疫情 除了现在爱慕影楼周边的这个150米的范围里 那现在对于封闭商铺的这个范围呢 还在进一步的扩大过程中 13号先是安徽两名影楼员工确诊 根据疫调可能来自辽宁 营口市的一家摄影公司 当地也陆续通报确诊 截至到16号 安徽辽宁两地累积本土确诊有15例 再次出现疫情 主要受境外严重疫情影响 从安徽辽宁报告的病例情况来看 这波疫情掀起了疫苗接种热潮 44号当天 大陆全国接种了1372万剂 创单日施打量新高 85岁高龄的大陆抗疫专家钟南山 也露出手臂接种科兴疫苗 打完了还笑着比赞 呼吁大家尽快跟进 我国接种疫苗的比例呢 目前还比较低 必须要跟上形势 和世界其他的国家一样呢 尽量争取达到我国70% 80%的接种率 截至15号 大陆全国已接种疫苗超过3.8亿剂 本土疫情再现 让施打量提升 而面对台湾本土疫情爆发 香港寄出最严格防堵 从台湾敌港旅客 虚持登机前72小时内筛检证明 并出示预定隔离饭店 确认书为施打疫苗者 要隔离21天 打了疫苗的隔离14天 期间至少做三次检测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